电子烟在墨西哥怎么做比较合适? 电子烟在墨西哥合法吗? 线上能推广吗? 线下呢? 在墨西哥推广电子烟需要注意严格的法律法规。 以下是关于电子烟在墨西哥的合法性以及线上和线下推广的可行性分析。 一、电子烟在墨西哥的合法性。 墨西哥对电子烟的管控非常严格。 近年来,墨西哥政府出台了多项法规来限制电子烟,尤其是2020年和2022年,政府颁布了禁令、禁止进口、销售和分销电子烟产品。 目前,墨西哥的电子烟市场处于监管状态,法律禁止公开销售或宣传电子烟。 墨西哥法律还对电子烟广告有明确限制,任何宣传电子烟的广告或促销活动均有可能违反法律。 因此,在墨西哥推广电子烟首先需要确保产品的合法性,最好咨询当地法律专家,确定当前的法律边界。 二、线上推广的可能性。 由于电子烟在墨西哥的销售和广告受限,线上推广存在很多难点和限制。 例如,广告限制,墨西哥法律不允许在主流网络平台如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上推广电子烟。 这意味着传统的线上广告如Google Ads、Facebook Ads可能不被允许。 内容营销策略,一些品牌通过创建教育性内容如减少烟草危害的知识、健康替代方案来进行间接推广,但需注意内容不得含有直接的促销信息。 社交媒体社区,品牌可以在私密群组合社区进行间接推广,与用户互动、答疑,但这种方式也需要小心遵循法律规定,避免宣传或推销性质的内容。 3. 线下推广的可行性 在墨西哥,线下推广电子烟也面临很多限制,但仍有一些可行途径可以考虑。 特定场所销售,一些实体烟草垫可能拥有合法销售资格,品牌可以通过授权的渠道进行合作。 体验活动 在合规范围内,一些品牌会举办封闭的用户体验活动,推广电子烟体验,但必须符合当地法律要求。 线下分销渠道,通过合法的第三方零售商分销产品,既能增加曝光度,又可以更灵活地符合监管要求。 4. 市场策略与品牌定位 由于法规严格,电子烟品牌在墨西哥的市场定位非常重要。 品牌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来应对市场环境。 健康替代品的宣传 以健康替代品,减少传统烟草危害的角度吸引潜在消费者,并结合科学信息进行教育,但需避免直接的产品推荐。 区域化口味和产品,墨西哥消费者偏好特定的口味,因此可以推出符合当地偏好的电子烟产品,以此增加吸引力。 总结 墨西哥的电子烟推广要非常谨慎,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线上推广存在较大限制,可以通过内容营销和私密社群进行间接推广。 线下推广在符合合规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体店销售、分销合作和体验活动等方式进行。 建议在进入市场前咨询专业法律意见,以确保合法合规。